大家好,现在我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的富人区 今天呢我要看一下在巴基斯坦能体验到哪些中式服务 以及它的价格消费怎么样 这边楼上呢就是中餐厅 这里还有中华烟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国超市 这个超市呢我在前两天是来过的 它在这里可以买到生活中所有的必需品 而且每个品内呢你都会有几个品牌的选择 以及不同价位的选择啊 这里的价格是200卢币 人民币的话是79块钱 这个超市是我现在去的这些国家当中呢 最大的中国商品超市 而且这边特别沉洁 但是价格呢就是有点小贵 这瓶水的话就直接翻了一倍的价格啊 这现在中午了我来吃个拉面 美味新疆餐厅 因为我是一个人的原因呢 我就点了一个过油肉泡半米 650块钱的卢比也就是人民币的话 30块钱 我们去他们的厨房看一看 我看到菜单几乎像中国能吃到的菜呢 他这边都是可以做的 一到厨房呢发现师傅啊 还是这个师傅都是中国人 你们这边就两个中国人厨生是吧 三个 你好 这三个都是中国人 这是我点的面 然后他正在做 现在花鸡蛋的东西在给我拉面 30块钱人民币的拉面 上桌了 看到这个样子我还挺满意的 非常大一点 这是我的全包 那一大碗面实在吃的太成了 现在我要去中国移动的全子子公司 粽 在这边呢有个总部 我后面那个大楼呢 就是粽的总部 我刚才问了一个这边的客服 有20多个人呢都在里面做客服 专门服务于中国人 说明这里中国人呢非常多啊 中国人呢在这边生活是很便利的 有自己的运营公司 以及各种家居厂 食品厂 所有的东西 再看一眼这个大楼啊 拜拜